大家好 我是街灯 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的咖啡充足攻略呢 非常高興我們請到了2019年的台灣充足冠軍 以及今年五月的 今年四月 四月 今年四月的世界盃充足第五名Sherry 來為我們大家講解她的這次比賽使用的充足法叫做 甜甜圈充足法 接下來時間就交給Sherry來告訴大家 怎麼樣玩這個甜甜圈充足法 嗨 大家好 我是Sherry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我在比賽當中所用的一個充足方式 然後我把它叫做甜甜圈充足法 Donut Extraction 概念就是我會希望她的粉層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的粉層裡面有分佈了幾個不同的東西 現在為大家拆解 第一個就是我使用Oligami的摺紙濾杯 為什麼會使用它呢 是因為它的特殊的肋骨的這個設計 它會讓它排氣的效果會來得更好 那在咖啡裡面 充足咖啡裡面 排氣的效果就會影響到你整杯咖啡的風味 因為我希望咖啡的甜感可以更明顯的被呈現 所以我會使用折紙濾杯來進行我的充足 那再來就是我想要改變我的充足的粉層 所以我會在濾杯的底部加了一個這個 這個是Lily Drip 加在裡面 怎麼說它可以改變粉層呢 一般的濾紙呢 假設我的粉是20克 也許它就會到這個濾紙這麼深 大約是7公分的位置 那如果我把它改變成 加了這個Lily Drip在底部 它的粉層就會變得比較短 有比較深到比較短 然後它底部會變得比較平 有一點側面像看起來像是一個T型的形狀 在充足的時候 浮面圖 你就可以看到是像這樣子 當粉遇到水的時候 膨脹起來的感覺 就很像剛出的甜甜圈 所以我把它叫做甜甜圈充足法 之後我會使用這一台磅秤 磅秤上面可以顯示上壺跟下壺的重量 那比較特別的是呢一般我們在 我們在充足的時候 比較容易都是上下壺一起計算的 這台秤可以幫助我 只要計算下壺的咖啡儀的重量 還有粉水筆 再來就是 你可以透過手機去連這個APP 這邊會有一個即時的曲線 待會在充足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曲線跑的分布的狀況 那比賽當中 我是使用手搖的磨豆機 那這一台是 Commandante的手搖磨豆機 是德國的一個品牌 那為什麼會想要用這個呢 是因為在我比較過很多個磨豆機的 出來的風味的狀況下 我覺得它給我的甜感 跟整體的飽和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會使用它 來做我這次比賽磨豆機的一個策略 那這一次我會使用兩種水溫 高溫呢我會使用90度 低溫呢我會使用53度 我會用90度的水溫 注水注到130ml 之後再用53度的水溫 用單點注水的方式 注到222ml 為了不要讓後段的 一些不好的味道太多出來 所以我會選擇在160ml的時候 將下壺移開 那整體下壺的粉水比大概是在1比9 整體的飽和度跟 body 是非常圓潤飽滿的 其中還有一個環節是 我會使用布織布當作我的濾紙 為什麼會使用布織布呢 在比賽準備的期間 我有做很多濾紙的實驗跟研究 那我發現布織布呢 它可以保留的油脂效果是最好的 那同時它也不會殘留太多的咖啡渣在我的下壺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試試看布織布出來的口感 好 接下來為大家示範一次我的沖煮 今天我使用的刻度是偏細的刻度 豆子呢是伊索比亞的日曬 豆子我使用18.5克 接下來就為大家示範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中間的部分呢 是有一個小小的椎狀 椎狀物凸起的 待會我們在沖煮的時候 就是依照這個外 從外面這樣子開始繞 就在外面中有很多大改變的 就是每天天的地方 就是小小的唐木 雲 這樣的 整體的沖煮時間大概會在一分鐘左右 那沖煮的時間非常的快 但是卻不會因為沖煮時間快而流失掉咖啡本身的風味 反而會表現出咖啡的甜感 很好,我們謝謝Sherry為我們做甜甜圈沖煩的示範 我先來試喝一下 他剛剛有交代我說,如果不好喝也要說好喝 所以我一定會說好喝 如果我先描述一下為什麼好喝 嗯,太好喝了 其實香味還是很飽滿很精緻的味道 然後尾巴呢其實會覺得說乾淨度還是掌握的是蠻好的 可能是為了讓比賽上面比較安全 對,所以同時又有飽滿度 同時又有安全的尾韻的部分 所以如果各位覺得這個沖煮有趣的話呢 也可以試試看 說不定各位在家也可以煮出世界級的第五名的味道 OK,好 那就我們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就到這邊為止囉 我們再次謝謝Sherry 掰掰